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MW新款的P2G绑线器 那么,今年新出的P2G绑线器呢,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这个银色的主体的是33克 还有一款呢,是金色的主体的是51克 那么,银色的重量是比较轻,它适合P1.3到3号 而金色的重量比较重,它适合P1.5到8号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绑一下这个P2G 那么,这个是P1.8号,而且比较粗啊 所以我选用的是这款,51克 首先,把线从这个穿线桶穿过 然后呢,把线头卡在橡皮圈里面 砍完以后,在这儿,我们把这个线在这个 绕个8到10圈 好,绕完以后呢,我们自己来感知一下这个松紧度 注意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啊 好,我们现在有点紧,我把它全松一点 好 好 那么,下面呢,我拿了一种比较粗的线 这个是80毫升 大概这样,两根先并一下啊 大概是20厘米左右 然后,这一头 再手指上绕两圈 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绕第一层 第一层,不要绕太紧 松一点啊 绕完以后,下面 反回来绕第二层 再捏这个线头 让它先反回来两圈 这样比较听话啊 好 两圈已经反过来了 那么,这时候手拿的时候注意 右手高一点,左手低一点 让它自然的反回来 下面开始绕 拉紧了 这个长度呢 两到三厘米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 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 这个 进出 第一个导演的时候啊 这个会卡钝 好 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 接下去我们要打半扣来收尾 那么以前的很多教学事情 都是用牙齿来扶住 那么我发现一个更好的办法 大家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前导性的一端 用脚踩住 踩住以后 用脚来扶住啊 右手拿这里 然后左手在这开始打半扣 那么 左边一个半扣 看一下 我打慢一点啊 然后 从右边绕 绕过来 再拷过来 再一个半扣 这样的话 我们 一左一右啊 不要连续打两个左 或两个右 总共打八个半扣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 八个半扣打完了 我们把这个前导性的线头 起根剪掉 剪掉以后 再打六口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让这个线节啊 由粗到细 有一个过渡 这样的话 进出第一导演的顶盘的时候 就不会有卡顿 好 那么打完以后 这时候把多余的皮线 也起根剪掉 剪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完美的皮 已经绑完了 谢谢大家观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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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